好,那幾何分部我們剛剛看過就是 一系列的伯努力試驗,一直做到成功才要停 那到底要做幾次呢? 如果我們看成功和失敗這兩件事情的話 如果dk次才是第一次成功的話 那代表前k-1次都是失敗 所以它的機率和模型是 1-p的k-1次方乘以p 那我們通常把1-p寫成q,就是q的k-1次方乘以p 那舉個例子,如果今天是頭值公正銅板 那k次才會得到第一個正面 那它就是0.5的k-1次方乘以0.5 那看一個實際的例子 如果生男生的機會是0.53 男生女生的機會是0.47 那每位母親生男生女的事件之間 如果都是獨立的 那某個母親決定她一定要一直生小孩 一直生到有一個女孩為止 那她生小孩個數不大於3個的機率 生小孩個數不大於3個就能完成任務 你就會生到一個女孩的機率是多少 那是從1開始一直加到3 不大於3個 所以k等於1開始一直加到3 那這邊1-p的k-1次方乘以p 那這個p呢 那這個p呢 這個p 等一下 我應該有修正 稍微重新採錄一下 OK 這應該是 1-0.47的k-1次方乘以0.47 因為生女生的機率 女生才是成功嘛 所以p是0.47 1-0.47的k-1次方乘以0.47 那如果我們用R軟體算 就可以用geom代表幾何分部 dgeom就是幾何分部的機率密度函數 那所以dgeom0.47是0.47 為什麼 是因為 對 R裡面有一個比較特別的 它是用失敗次數當s 所以這個 這個參數0的話代表說 0次失敗 也就是第一次就成功 第一次就成功的機會是0.47 那這對參數1的意思是說 第0次 第0次失敗 第一次才成功 應該怎麼講 第一次失敗 第二次才成功 就第一次失敗 前面的一次失敗 後面才成功 那如果2的話就是前面兩次失敗 第三次才成功的意思 那它的機率算出來都不一樣 那最後我們可以做加總 加總 加總 012加總 那這個就是 就是它要完成任務的機率為多少 就是用這一個式算出來 所以我們可以看一下 完成任務的機率是0.851123 好 這是幾 幾何分布 接下來看 負二項分布 負二項分布呢 它是持續試驗到達第R次成功為止 跟幾何分布不一樣 幾何分布不一樣 幾何分布是第一次成功 那負二項分布是第R次成功 所以幾何分布是負二項分布的一個特例 也就是R等於E 那在這邊負二項分布裡面呢 OK DNBINOM 那這裡是0.5 是代表說這是一個 譬如說頭詞公正的銅板 所以幾率0.5 然後呢 這邊 3.4 這個3呢 是在這邊參數裡面的K 參數裡面的K 那這個0呢 就是參數裡面的 R 可是應該會是R-1 因為R軟體裡面是說 N等於 R軟體裡面它的參數的名字跟我們不一樣 它是 N 事實上是我們的R 然後S是K-R-E的代換方式 所以不太一樣 所以它的公式是S加N-HS 這才是R軟體裡面的公式 那這邊它有 那這邊它有 來 先試一下 先看一下它的定義 你可以看到 DNBINOM 它的S 第二個參數是大小 第三個參數是幾率 那 Size 的意思呢 就是 R次成功 所以 第二個參數是R K-R-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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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在我們公式裡面的K-R-E K-R-E K-R-E 所以它兩個 跟我們的定義不太一樣 K-R-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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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對應方式 A-R-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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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以这就相当于我们公司里面的k等于4,r等于3 所以是第四次的时候 这个映射他们的参数跟我们不一样 所以要稍微重新映射一下 r软体的负二项分布的定义是n等于r,s等于k前r前1 所以n代表成功次数 所以n代表成功次数 然后s代表失败次数 所以成功次数和失败次数是分开记的 我们原本的是代表总次数 所以这是为什么不一样 因为它是代表成功次数 所以n是成功次数,s代表失败次数 这个就是0次失败 然后n是三次成功 0次失败,三次成功 对,那没错,那是0.125 连续三次都成功 所以是0.125 ok,就0.5的三次方 那一次失败,三次成功 一次失败,三次成功 应该是多少 0次失败,三次成功的话 就是0.5的三次方 0.125 一次失败,三次成功 看一下公式 是ck-1,gr-1 但是我们这边的k和r 重新对应 k应该是3 好,一次失败,三次成功 那总共就是4次了 一次失败,三次成功 好,总共就是4次 那所以 ok,k加r 1加3-1 三次里面 取r 是一次 好,这边 好,这边 我们有操作 choose这里 1875是怎么来的呢 1875是这一个式子操作出来的 看一下 n等于3 s等于1 e等于0.5 ok 那我们 那我们 choose s加n-1 取s 这才是r里面用的公式 但是它的s是失败次数 n是成功次数 然后 s是失败次数 n是成功次数 n是成功次数 好,ok 那这是 以刚刚的那个生男生女的办例 如果生男生的几率是0.53 生女生是0.47 那每位母亲 那每位母亲生男生女的事件是独立的话 要一直生小孩 生到三个小孩为止 它才要停 那它在 不大于五个 就能够完成任务的几率为多少 就会变成是这个公式 但是用r来算的话呢 就会是c345 然后这个 成功次数至少要有三个 这是成功次数 然后这边呢 是 失败次数 r用的是失败次数 不大于五个 就完成 就完成的几率会是0.368 625 这个是不大于五个 因为最少要 这个 这里我觉得怪怪的 这里 我稍微操作一下 0.47 这个是0次失败 三次成功 然后呢 几率0.47 0次失败 三次成功 那就不大于五个 所以我这里 我这里操作错了 来 然后一次失败 三次成功 这样就四个 对 好 二次失败 三次成功 那这样应该是 是五个 所以不大于五个 就能完成任务 应该是这三个的加总 所以我应该用 用这样 TBINOM C012 这样加起来 才对 好 那把它做总和 好 这样才是对的 所以不大于五个 就能完成任务的几率 应该是0.44 38 这边写0.36 这是不对 应该是0.44 好 来 更正一下 放到社团上去 放到社团上去 这是不大于五个 就成功的几率 应该是这边 各位稍微想一下 为什么是这样 好 我把它放上去 好 我把它放上去 各位稍微看一下 它的参数 第一个是失败次数 第二个是成功次数 最后一个是成功几率 那这样不大于五个 就成功生三个男孩的几率 不再是成功 这就会有时间 吧 各位稍微 好,各位试着去操作一下刚刚的这个负二项分布 然后看看你能不能了解为什么这个代表不大于五个就成功的几率